笑死了 明明异常吻戏也没有 两个腼腆害羞的人 却把角色演得极度荒淫奢誉 明明什么都没做 但仅仅只用眼神 就让人感觉什么都做过了一样 难道这就是俗话说的眼神会拉斯 而在拍摄《隋堂英雄》时 导演并没有在隋阳帝的选择上下很大功夫 毕竟这仅仅只是个配角 当时的导演只为图一个便宜 只因在请张汉与颜亦宽两位主演时 便花费了剧组大半的资金 而傅大龙可是娱乐圈出名的最穷影帝 在看完剧本后便被剧中的隋阳帝深深吸引 于是便接下了这个角色 但在白冰听说要与傅大龙老师拍摄亲密戏份时 便十分害羞 毕竟要与影帝拍戏已经很紧张了 还要拍如此荒莹无道的戏份 更加让人面红耳赤 而在两人拍完第一场戏后 白冰便彻底放开了 不得不说 之后白冰的演技完全诠释了什么叫君王不早朝 这媚眼如丝媚骨天成的霍国妖妃模样 就问谁不想败到在他的石榴群下呀 不亲不魔不报 就能勾起所有人的无限遐想 而剧中有这两位实力派演员 谁还看别人呢 导演